老道长别急 现在这事情还没完呢 这不是上征仙剑的旗帜吗 怎么这群杂碎又来我们天云大陆了 或许他们从来就没离开过呢 张凡你的意思是 士文魔头的背后就有他们的参与 那不是肯定的吗 老道长 您让其他人去追教魔修和安抚大陆吧 好吧 看来这群所谓仙人又是来者不善 只能怪我们天云大陆实力太弱了 这个士魂之前如此嚣张猖狂 结果却是一个废物 他若是真的废物 那你又算什么 那是我一时不差 才落入他的阴谋 正是敌人实力和本领 张凡能击败墨川 就绝对不是老德虚名 墨川那小子也就是靠先王陛下赏识资源堆出来的 你就看好吧 不过是一个幸运的乡下小子 等会儿我就让他乖乖交出灵霄先帝的传承 天云大陆的各位 我代表我上张仙界的张鸣 从先王陛下前来帮助各位 消灭企图毁灭天云大陆的邪魔 真是冠灭堂皇 等到主人你都消灭 试毁那个魔头了 这眉毛小子才出现 这脸皮比我这猪妖还厚 不过一个小小妖子 竟敢冒犯我这位上级使者 张凡 你预下不言 就由我来帮你这个手下吧 你这是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张凡 虽然我们是来晚了 不过我想你也明白我等上界仙人 千里迢迢来帮你们下界 总不能空手而归 你想从我这边得到什么 自然是你战之击败 射魂魔头的灵霄先帝传承 我想张凡你应该明白 知识物者为郡杰 我要是不给呢 那我看你是敬酒不吃 吃罚酒了 不愧是击败 我上张仙剑莫穿的天骄 张凡你的实力 果然名不虚传 怎么 你也要来试试我的本事 我和施力的本事差不多 就不自取其辱了 不过张凡 你觉得 你现在就能纵横诸天万剑了 不如投靠我们上张仙剑 还能庇护你们天云大陆 毕竟灵霄大帝的传承 可不单单我上张仙剑在寻找 诸天万剑不是多少势力垂涎 刚刚我也看到了张凡 你消灭试魂魔潮的底线 所以到时候 确认传承在你身上的消息传出去 多谢这位兄弟的告知了 你让我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今天 你们上张仙剑的人 一个都别想离开这里 张凡 你不要自取灭亡 我身上可有陛下的信物 那又如何 说得好像他直接来我天云大陆一样 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了 好胆 先王陛下 陛下请救出下 师父小心 怎么会有先王隔空出手 不愧是你们上张仙剑 真是牢牢贯彻了 无耻之道的大道真意 黄古小儿 胆大忘为意 不过是一个 只不躲在背后 阴谋算计的老贼罢了 本王今天必想让你知道 何为天外有天 看来老贼你的实力 也不怎么样嘛 怎么可能 他居然不得能挡住了 陛下的隔空一击 而且还赢了 看来你们的先王陛下 也救不了你们了 张凡 你要知道 我们背后 可是强大的上张仙剑 惹怒一个 二十四下仙剑之一的后果 不是你们天云大陆 一个小世界 可以承受它的 那就不是你们这种 对我们天云大陆 心怀不轨的家伙 需要思考的了 师父 小心你的背后 我就知道 你这样的阴险老贼 肯定会偷袭 张凡 这一次是本王无法亲身降临 如果本王已经记住你了 我会让你以后 为今日煮本王的举动 而后悔终生 以后 呵呵 张凡 放过我们 我愿意效忠你 师父 你太厉害了 你居然能和一个先王阁空交手 还战胜他 伙送 你和老黄准备一下 开启复空岛大阵 张凡 你难道能够做到穿透虚空 是我三思而行 毕竟对方是一个大仙剑